玉石雕刻的蛟龙牛 至高之宝 色彩艳丽的龙文瓷丸组 名家绘制的碎糟图 农历新年将至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特别挑选馆内八组与龙年有关的文物 向参观市民和游客介绍 1月29日 记者在不同展馆内看到各类与龙有关的故宫文物 其中一组清乾龙时期的龙文瓷碗吸人眼球 六盏不同颜色的龙瓷碗一丝排开 色彩艳丽 美轮美奂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这组瓷碗是宫廷贵族的日常用碗 不同颜色代表使用者的不同身份 我们特意挑了不同颜色的碗 在清代的时候 那种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花纹 其实已经建立出一套等级的季度 然后不同颜色其实对应着使用者的不同的身份地位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件旅外都是黄色的 其实就是最高等级的 它是那个当时王后跟王太 皇太后所使用的一个碗 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展示 观众也可以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一些传承下来的一些理念 香港公共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向中心社记者介绍 龙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今年又恰逢龙年 此次挑选的八组展品涵盖陶瓷 书画及玉玺等 横跨明清两个朝代 最早可以追溯至15世纪明朝永乐时期 十分珍贵 他欢迎游客和市民在春节假期来博物馆刊展 其实在我们香港古宫文化博物馆 有很多展厅展出的古宫文物 都是有龙的图案的 这包括我在身后有两件是明代 大家看到是明代的龙的花瓶 还有一个是清代的 你看到明代这个花瓶是有一些中东伊西兰的特点 可是到清代它就有这个转变 你看看它是一个黑底 然后把这个龙细翻出来的 这个也是看到我们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发展 我都建议朋友们趁着春节的时间来香港 来香港故宫走一走 看一看 横跨对春节期间游客数量的预测 吴志华充满信心 他表示 博物馆自2022年开幕至今 到访人次已超过200万 单继去年已有125万人次到访 今年春节或可超越去年春节期间的参观人数 此外 馆方在今年亦将推出不同新的展览 融换展品 希望吸引内地游客常来看展 一定会多 因为去年我们春节的时候 我们疫情原因还没有完成开放 主要来我们的馆还是我们本地观众 可是这年的变化了 内地跟海外观众的数量越来越多 尤其是内地观众对我们的支持很大 包括台湾区 包括其他大城市 我们估计往后 内地观众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Nairobi 均匀 华ει大力 ni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